热腾腾的白饭铺上满满的火鸡肉片 再淋上特制酱汁 最后再放腌制黄瓜 这是嘉义之名火鸡肉饭 天天都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甚至还没到用餐时间 就已经大排长龙 人多 车也多 乱象就跟着来 警车出动 先民敌 有轿车停上红砖道 要不就是红线暂时停车 也有汽机车并排 影响行人走路的空间 行车的动性也都受阻 这让在地人抱怨连连 现在是否祭出铁腕 从7月1号起要开始取缔 他人数没那么多 所以还是他在这里 所以他怎么买到我排的 假日是要排入部 假日一定要排入部 他就是肌肉饭没有用力 排到马路还是 排到马路 等多久大概 大概半小时左右 都要等 嘉义市无缝北路民族路段 经常有民众检举 用善尖锋时段 违规停车情形严重 严重影响用任务人 行车安全 警方要加强取缔的范围 集中在无缝北路跟民族路 圆环附近有民族火鸡肉饭 大同火鸡肉饭 和平以及阿楼斯火鸡肉饭等 这些都是民店 用餐时间 临近道路就会出现违停 6月17日起 每日规划 警力于18至20室 加强该路段 劝导及取缔 警察局将至7月1日起 扩大全时段 规划情务执行 而警方7月1号 执法重点 针对并排 占用人 行到停车 红线为停 以及其他占用道路等 只要违规 就会取缔 但会先民敌 拍照 劝导 最后才会自单举发 加以火鸡肉饭 好吃 价格又清明 换桌绿快 但造成交通大打劫 就不能不解决 不想挨罚 享受美食前 还是要先找到停车位 东森新闻 吴新梅在嘉义的 采访报道